你把它交给沈柏阳的什么黑熊学院 那开玩笑 第一个没有作战经验 第二个没有作战理论 你第三个没有实际训练 那你第四个光靠讲课 那你就可以训练一次精良的 可以打都市城镇战的部队吗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赖清德宣布要在他的手下成立三个单位 第一个气候变前 第二个健康台湾 第三个全民防卫 他们认为这三个 都是涉及到卓农泰的权利 我的看法就是说 不管是不是卓农泰的权利 赖清德他不但想当太上皇 他还要当皇上皇 所以内阁宰相 卓农泰 他的权利来源 是赖清德给他的 不是他的 这很清楚 就没有所谓说 你赖清德不信任卓农泰 我觉得蓝银想的太多了 因为健康台湾是属于医疗再生 医疗能源再生的问题 那这个是四色台湾的健康 以赖清德医生出身 他当然希望能够推行他的证件 他自己把他抓到手上 虽然倾夺了卫福单位跟福利单位的权责 但是不离谱 因为他毕竟比卓农泰还要清楚 他的证件那是什么 那讲到所谓气候变迁 因为极端气候的关系 那这一方面又涉及到AI技术的 未来的发展他把他掌握到自己的手上 倾夺了郭志辉的权力 那也不成问题 但是现在最成问题的 反而是国民党不反对的 就是说全民防问 他们认为 外事军事大陆政策 这个是赖清德的权责 这个是当然对 他们是从这种做法里面 说既然是赖清德的权责 没有侵夺 顾力雄也没侵夺卓农泰的权力 可是我反对 什么叫做全民防卫 全民防卫他只不过是军事单位下面的一个俗 全民防卫一定要正规军推动 现在赖清德舍正规军不用 去用黑熊学院当作一个台湾队 转型为一个台湾队这个像话吗 黑熊学院他提倡的是全民防卫 也找了很多的学生去打BB枪那些等等这些 就是说作为一个作战训练单位 现在转型为台湾队 一个民间单位他转型为台湾队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看 你要正规军干什么 不然你把正规军的全民防卫署 你把他撤掉吧 这个是正规军的责任 不是民间的责任 你这个黑熊学院 又不像美国的枪支协会一样的 拥有全美的影响力 你黑熊学院 你只不过说是因应 中国大陆 村落城镇战等等这些 你成立了一个 那个只是你的一个试点单位 是你一个实验单位 讲试点讲实验还太看得起它了 它那个叫做什么训练 它那个叫做什么训练 它那个只不过找学生 跟部分的社会人士 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去打打BB弹 把那个什么 全民防卫的概念等等那些 它又不是游击战 各位要知道 村落城镇战 游击战 反叛乱战 那个打法是不一样 你赖清德现在想把黑熊学院 你转型为叫做台湾队 那不是荒唐吗 黑熊学院能够负责全民防卫吗 全民防卫它涉及的项目很多 一集都讲不完 但是精确的说 它是作为一个所谓 正规军不足情况之下 补足兵力的一个单位而已 他们现在要把乌克兰那一套 你引进到台湾来 那个是笑话 那个叫做都市战 你都市战里面 你还分成都市游击战等等 那个项目一大堆 那请问黑熊学院 你转为一个队以后 你能够成为台湾的主流部队 我一再讲一件事情 连正规军都打不过 但你认为黑熊学院的全民防卫队 一定打得过吗 所以那个是一个笑话 那个是荒唐 理论是可以提倡的 但是你要落实到现实政治 或者是现实战场的时候 各位就可以发现 理论跟现实之间的落差 你要主导全民防卫 赖清德 你是要透过所谓正规军 那类似的正规军 乌克兰现在这个打法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不是正规军训练的 他是美军帮他训练了七八年 除非赖清德有意引入 美军来训练 所谓全民防卫队 你把他交给沈柏阳的 什么黑熊学院 那开玩笑 那开玩笑 为什么讲开玩笑 第一个没有作战经验 第二个没有作战理论 你第三个没有实际训练 那你第四个光靠讲课 那你就可以训练一支精良的 可以打都市城镇战的部队吗 开玩笑 所以赖清德讲 全民防卫 舍正规军不用 那我就请 两个人必须先辞职下台 第一个叫做顾立兄 第二个叫做梅家树 你们两个先辞职下来 让沈柏阳来担任首长的职位 让懂得全民防卫的人来担任总长 这个东西都开玩笑嘛 事实上 乌克兰的民团 全部都就是由美军合作安全旅 或者是安全合作旅 他们训练的 训练的时间长达七八年 那台湾呢 除非你配合美国嘛 你找沈柏阳这种货色 把黑熊学院当做全民防卫 偶脑坏掉了 真有那一天的话 我建议顾立兄不必恋战 梅家树也不必恋战 有点风骨 你们就下台吧